民进党屏幕县长初选结果揭晓 周春敏胜出 在这边我要先谢谢我两位优秀的同志 我也会用电话跟简讯来跟他们表示感谢 根据党中央公布的数据 周春敏、庄睿、中嘉宾对上国民党的可能对手苏清泉 其支持度分别为58.9%、51.6%以及44.8% 且都远远大胜 苏清泉 这是在暗讽民进党就算初选后也难以团结吗 因为未拼初选绿营三人厮杀激烈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初选 那我们也恭喜周围委员的一个胜出 初选没有输赢团结才能赢得大选 所以接下来我会和我的团队配合县长提名人 齐喊愿赌服输但曾是民进党议员的无党级立委苏正清 尽管初选时跟着英系的叔叔苏嘉权标态挺庄瑞熊 但最后会不会因新系周春米的出现而参战年底选举 毕竟这场初选也有一说是英系跟新系的2024前哨战 周春米胜过庄瑞熊的背后是潘孟安替赖清德打下一城 我们都是屏东派也都是台湾派 2024离现在还非常的久 这个可能多虑了 初选前壁垒分明 现在表现出一团和气高喊不分你我 TVBS新闻 李国正确换柔叶凤达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